高雄市左營果貿市場由小香港稱號 特殊的環形建築吸引許多民眾前往拍照打卡 但令居民不解的是 裡面道路破爛不堪達30多年 近期才由市府公務局前往鋪整 市議員李梅正在公務部門質詢時 才讓民眾恍然大悟 原來果貿市場用地是屬於國防部用地 陳林剛講35年都沒有跑步 那也是市長的得證說希望能夠由公務局先做 然後他當然後續會跟金方再去做一些 那個藥經費的部分嘛 所以我們就就不管就是先去把它跑步 就是整個過程都已經完成了 我也很感謝說我們果貿社區35年了 終於把路鋪好了 因為這35年來他們一直忍受的 就是坑坑巴巴的道路 你能想像一條道路35年沒有鋪過嗎 就是沒有補過跟鋪過 所以說那裡面的道路當然是非常的爛 那因為它那個還是屬於軍方用地 當然我們現在的路是平平的 可是路畢竟使用一段時間 它還是會有問題 那現在你開了這個 就是幫忙做了這條路之後 那未來的養護 那未來又有坑洞的時候是誰要來處理 李梅正指出 不論市民住在哪裡 都應該同樣享有出爐安全品質 果貿市場的道路雖然經過市府先修補後 再向國防部申請經費 但後續養護的責任歸屬仍然有問題 男子的紅衣社區也有類似狀況 只擁有地上權的中油宿舍員工 居然無法進行自家修繕 原因都是在於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區分太過死板 房屋是中油的 它是也是租給我們這些原來是中油的員工的住宿使用 那可能就是涉及到私權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還是建議雙方去做一個合理的協調 那個紅衣社區都知道 它也是一樣所有高雄市民甚至外地來的人 所以車一開就進去的 那那邊的路也是沒有人在養護沒有人在修護 包含燈跟樹 那是不是市政府要比照這樣子的辦法 那你竟然說 剛剛公務局長說我們生責比較說 所以表示你去跟中央申請的到經費 跟軍方很好溝通 那一樣中油的部分你也可以生責這麼說 也是一樣跟中油再去跟中油申請經費 去跟中油溝通 李梅珍強調 一樣都是在高雄的市民 卻因為生活在中央部會的領地 而無法感受到市府的用心 希望相關單位要努力排除客服 還給當地居民真正的高雄幸福感 記者李佳龍 高雄採訪報導